台中一名26岁的富二代赖姓男子一响天开 在北区自家高级住宅里开设德州扑克赌场 常常吸引许多同样也是富二代的人前来剧赌 楼下豪车停整排的 甚至大家吸毒出入很复杂吵吵闹闹 邻居受不了向警方报案 警方迟搜索票逮捕赖姓男子等9个人 远景持搜索票来到北区这处高级住宅 突袭上门进到屋内发现里头一张赌桌 六名男子坐在赌桌上玩的镇静性 立即贺令统统不许动 大家见到警方上门全都吓傻 只好乖乖配合 而桌上还有一滴滴的筹码以及8万元赌资 不仅如此警方还从现场搜出一包3.49公克的大马 以及吸食器还有17克电子烟弹 将26岁的赌场负责人以及赌客一共9个人通通逮捕 由于赌客家境都相当优渥 全身名牌还开名车 大楼路边也经常可以看见名车停整牌 而由于这处社区住户单纯 经常深夜有赌客频繁进出 引起邻居怀疑向警方通报 才揭发了这处以豪宅当掩护的非法赌场 界中部综合报道